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奥姆尼都会聚焦 我是宋娜 为了舒缓房屋以及医疗等 民生范畴的压力 联邦移民部近日宣布 人口政策的重大改革 其中2025年 接送永久居民的目标人数 将会大幅减少超过两成 至39万5千人 那之后两年 每年会递减1万5千人 总理杜鲁多表示 以往在劳动力需求 以及维持人口增长之间 未能取得平衡 是时候做出改变 联邦政府公布 2025年的永久居民目标人数 会有50万人 大减21%至39万5千人 到2026年及2027年 再各自减少1万5千人 分别为38万人 及36万5千人 移民部表示 新移民对加拿大经济成功 及增长至关重要 在新冠疫情后 本国吸引全球人才 前来学习及工作 并为劳动力做出贡献 但随着房屋 基建和社会服务面临压力 为回应不断变化的需求 在听取国民意见后 决定降低未来三年的 永久居民目标 总理杜鲁多说 加拿大的移民制度 有助经济发展 但在解决劳工需求 和维持人口增长之间 并为取得很好的平衡 因此需要踏出一步 令移民制度运作得更好 我们已经过得很厉害了 这些年轻易 COVID-19 都被解决了 当我们开始出现 工作人员 在短期购物 我们需要的东西 并不是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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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演员 此外移民部也会继续执行 把非永久居民人口 减少至占总人口5%的目标 预计2025 及2026年的非永久居民人口 将各自减少约44万6千人 到2027年 就稍微增加约1万7千人 受影响的群体 包括国际学生 毕业后工作许可证申请人 临时外籍工人 以及国际学生 及外劳的配偶工作签证申请人 不过移民部长米勒表示 会将四成永久居民名额 预留给现在在本国的临时居民 因为他们已经融入本地社会 也不会对房屋 医疗及社会服务 造成额外压力 我们的需要关注于人 已经在这里 它 means according consistent with our plan over 40% of permanent residents will come from the temporary residents that are already in Canada these people are a young labour pool they're skilled they're here they've begun their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it doesn't place the additional demands on the housing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that we see with someone that comes directly from another country it makes sense we have a large pool there are ways to integrate that highly talented pool into the permanent residency population 他预计 在新政策下 本国明年 及2026年 人口将出现 0.2%的边际下降 然后在2027年 恢复到0.8%的增长 那对于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变 联邦新民主党党领 藏敏诚表示 即使减少未来的人口增长 也都无助解决 现在面对的社会问题 而联邦保守党就认为 这次决定 反映杜鲁多政府 过去几年的移民政策失败 博力志批评杜鲁多政府 的移民政策 是引致本国失业问题 住房危机 以及医疗服务不足的部分原因 那又认为 即使削减未来永久居民目标 并且减少临时居民人数 也都不足以修补 被他自己破坏的移民制度 那有移民顾问指出 被临时居民设限 再把已在本国的临时居民 陆续转为永久居民 是踏出正确的一步 但也有移民顾问认为 将社会问题贵咎于新移民并不公平 这并不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现在如果你看到 加拿大影响的影响 已经下跌了 很多人都不再来到加拿大 新移民永远都是经济衰退的 一些国家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背国侠 有财力的 有学问的 新移民都来得越来越少 那这些在这些所谓的难民 他们来得反而比例越来越高 那问题是我们国家的负担 会不会是越来越重 业界认为从长远来看 本国仍然需要由移民 带来的效益